在刚刚结束的英超首轮一场焦点战中, 利物浦队以的4比0的大比分轻松击败新汉姆联队,迎来了开门红。 本场比赛利物浦的球员表现相当出色, 他们自然也配得上这样一场大胜。 但是在比赛中,还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判罚, 而这次的受益者成了上个赛季与旅兽物判所害的利物浦, 上个赛季把兽物判折磨的他们也总算得到了一点好处。 下半场第52分钟,马内接费尔尼诺的圣门推射得手,将逼分扩大为3比0。 但是慢镜头显示,在菲尔尼诺场球的瞬间,马内已经处在了明显的阅位位置, 按理来说这个球就是个阅位进球。 如果有VAR技术的话,马内的这个进球肯定会被取消, 比赛的悬念也不会早早就被彻底杀死。 但遗憾的是,新赛季的印钞并没有引进VAR技术, 值得一提的是, 印钞联赛是五大联赛中, 唯一一个没有在新赛季引进VAR的顶级联赛。 在此前印钞的那部投票中,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俱乐部投了反对票, 他们认为VAR技术还不够成熟, 现在还不是合适的引进时机, 因此新赛季印钞联赛中的误判情况肯定还是会跟以前一样严重。 裁判的错误很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场比赛的结果, 甚至是最终的联赛排名。 这样的事情以前并不是没有出现过, VAR技术是否应该引进的足球比赛中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议。 在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中, VAR技术虽然对比赛的流畅度和观赏性造成了不小的影响, 但它的确能减少误判的发声, 所以许多人都认为VAR技术确实实力大于比, 这也是为什么包括西甲在内的顶级联赛也都引进了这项技术, 也进VAR技术也成了足球比赛的大势所趋。 如今印钞首轮比赛中就出现如此明显的误判, 不知道那些同了反对票的人会不会有一些后悔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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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